2024大選投票日 僅剩一個多月的時間 隨著藍白破局 各方勢力也逐漸歸隊 如何固守票倉開發選票 也成為候選人的重要課題 而華聯地檢署 日前也收到27件會選情資 目前也陸續針對案件 強制處分與執行 目前截至11月24號為止 共有27件的情資 以現金禮品跟選舉賭盤居多 那暴力的部分目前還沒有 這個具體的情資 法務部也針對本次大選修訂 選舉查會工作綱領 維持選舉公平性 林哲會支長則提到 除了針對傳統的現金 與暴力會選之外 也增加境外勢力介入 選舉賭盤以及不實訊息等部分 提升打擊力度 那華部也修訂了 檢舉查查的一個相關檢舉 把檢舉境外勢力借刑的部分 最高獎金定為兩千萬元 那另外呢 檢舉賭盤的部分 最高獎金五百萬元 只要敢違反 那檢舉的一個犯罪案件 比例查辦到底 根據統計 九合一大選 華連檢警公查獲近30件會選案 其中兩件涉及幽靈人口罪嫌 最後共有9件總計24人遭刀起訴 竹檢拆散號則強調 目前有跟各單位保持聯繫 只要查到不法行為 一律嚴加查辦 有這新聞雜錄 被查連視採訪報導